讲修行乐视于生活,讲经典要拥有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,1082,学习灭苦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动机就是苦,因为他看到了世间人生老病死之苦,他看完之后,知道他自己也不能例外,因为这跟他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,跟他是好命,歹命也没有关系。 他察觉到苦,察觉到烦恼,察觉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,你们最大的问题不就是烦恼吗? 你的问题统称就是烦恼,这就是苦。 所以,我才跟你们说,你只有一件事情,就是你的烦恼这件事到底如何解决。 你学佛学这么久了,你是因什么来学佛的? 你学到最后,归根究底只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个无名,这个烦恼,这个苦,或者这个束缚。 你就是被这个问题卡住。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学佛的人才感觉到这么强烈。 没有学佛的意识如此,只要是人,宗教信仰,与我们不同的人也是如此,全人类皆如此。 但是,你的想法要朝哪里想呢? 学佛是在解决你的问题,你要朝着自己的这个问题,你的佛法才能够学得好。 你有很多痛苦,不如意,无奈,你有很多很多委屈的事。 你为什么那么多? 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苦吗? 隔壁的那个在笑,笑完回家就哭了。 左边的那个看起来很自在,其实他根本就不自在。 你学谈经,不是从谈经探讨,读金刚经,不是从金刚经探讨。 你读什么,都是从自己探讨,这样才亲切。 你的人生,你的感受,人生一路走来,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迈向一甲子,苦这个概念都存在,而且如影随形,挥之不去。 你学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,是这个问题比较重要,还是捐钱比较重要? 还是放生比较重要?还是消业账比较重要?还是赶快来上谈经比较重要? 你要很清楚。 学佛法的人不被佛法绑住,那才是懂佛法的人。 我来学佛法不是来求释迦牟尼佛保佑我,连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办法保佑他自己不死,他有办法保佑我吗? 所以,我学佛法不是请释迦牟尼佛保佑我平安的,否则我就是侮辱他的智慧。 我不是来学有福报的,我也不是来学来生的。 我到底有没有来生,我都搞不清楚。 简而言之,我不要做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。 我现在活着,我赶快把握此生,我以后都不要说,你如果自己要下赌注,随便你,你现在就不把握。 你到底是什么概念,我不知道。 因为我苦,我是要来学习如何才能够灭我的真苦。 如果你不是这样学习,你就是外道,根本就不是佛弟子。 你只要不谈这个问题,你谈什么? 我都不想听。 师父,你有没有神通? 狗屁,师父,如果如何才能够入定? 那是你家的事。 所以,把这个东西确认了,你一定不会走错路,你一定知道你在学什么。 假设,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确定,我不建议你去绕行妈祖。 去七天,一年的运动量就够了。 所以,回来身体清,心里安,身心清安,如入产地。 问候思维,你为什么而苦呢? 心平何劳持戒,行职何用修禅。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,感恩达官师父教会。 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感恩六祖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